作為2016年電影界的黑馬 電影《你在哪》是第73屆溫尼斯電影唯一受邀參加聚焦中國板塊活動的華語電影 並在第4屆溫哥華國際華語電影節獲得最佳影片獎 最佳女主獎 最佳導演獎 最佳攝影獎 四項大獎 日前《你在哪》回歸中國 亮相2016年第9屆新人電影節長篇單元 導演樊浩倫與女主錦柯面對媒體 爆料《影片原定》11月18日上映 但未必拍同期上映的《逢小剛芯片》《我不是潘金蓮》而調整當期 《世界日同日》 現在 沒錯 馮導演首先是我一直覺得非常敬感的一位導演 他現在這些年拍了一些商業電影之後 等於回歸這一塊 拍了一個非常不錯的文藝片 我不是潘金蓮 我一直在關注這部電影 首先這部電影也是在跟我們應該是在差不多同一時期 同一時期在國際電影也拿到了一個不錯的一個獎項 首先冰冰拿到了一個影后的書中最佳女演員 然後這電影當中也是 景蓋也拿了一個最佳女演員 對 然後呢 正好它也是發生在二三線城市的這麼一個故事 跟我們這個吧 特別湊巧 對 比較湊巧 這裡邊有相似之處也挺多的 都是二三線城市這麼一個 而且都是女性替代的戲 但是不同之處也有很多啊 你咱俩這部電影的節奏是非常快的